監視畫面 兩名男子騎車來到民宅前會合 只見其中一人一手放在油門上 另一隻手像是要抓著東西 連摩托車都被他失手催油門 衝往一旁 他情緒還是相當激動 最後把目標 這隻大狗強行拖出來 抱在身上後 重摔在地 狗都被嚇得拔腿狂奔 這一幕讓狗主人看了好心疼 尋現找到其中一名男子的理論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最後還鬧上警局 我們回到事發地點 這隻被重摔在地的狗心生恐懼 現在看到人就是躲著縮在一旁 狗主人就是他 油小姐 拿出地上滿是BB彈的照片 還有一隻鐵棍遺留在現場 控訴男子傷狗已經不是頭一招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棍子 BB槍棍子我都有拍照存證 那鐵棍子都被嚇到了 那時候你嚇到什麼BB彈 BB彈 那十八幾塊 玩具店就買得到 那個都被鑽到我 不然他要怎麼找他 被指控的男子 也嗅出手上傷口四個咬痕 拿出驗傷單 指控因為被狗咬了 才會反擊 這就把狗咬到他 兩隻眼也不知道 因為他把我咬到 我不太知道 被他抓起來整個摔下去 然後摔下去的時候 狗有咬到他這裡 針對摔狗事件 雙方各說各話 不過影片清楚拍下 把狗抱起來重摔的畫面 男子公稱是被咬了 才會反擊 有沒有涉及虐狗 還得交由動保處裁決 最高百萬罰款 記者蔡雙吉 賴比翔高雄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